为什么会在这种超度或者这种真的着迷呢 我喜欢佛学的这种东西 因为也挺多年轻人迷类似的东西的 其实生活尚未经历什么 就假装已经穿透了很多东西 小时候是很明显的那种感受 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吧 就经历了很多 这个就是世俗成功的意义 或者说成功不成功 反正就是你在世俗里得到一些东西 这就是证明 对吧 为什么说特别感谢这个时代 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也可以 怎么说穿金带银的 怎么说呢 但比如说因为包括你自己的节目 包括综艺类型 对这代年轻人塑造很大的 火 有吗 他们的语言方式 他们的思考方式 我觉得我说句大言不惭的 我觉得至少在我的内容里 我的特别学内容里 至少没有让他们变坏 不是说 我没说他们变坏 对我就说 对 比如我们稍微跳出来一点理解这个事情 就是看综艺这些年轻人的承担 很多不同类型的 因为他们又有相似的语言风格 相似的表现方式 你怎么描述这个现象 对你又是局内人 我反而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 影响力没那么大是吗 你说 你比如说春晚 以前一年的流行雨是春晚来塑造的 现在春晚是一年流行雨的总结 对 我反而觉得可能没那么强 可能是年轻人们比较强势 对 我就说过去是春晚这个舞台 现在可能是你们做这个东西 我感觉没有这么大了 没那么夸张说10亿人都看这个东西 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我觉得我只要坚持下去 那个目的可能就能实现 如果实现不了 就是我能力不行 对吧 就我不用去费劲 它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看这为什么是我接受佛祖的教诲特别快 就把自己理顺了 就行了 就这样 也行了 我也没少享受 也没少体验 知识也学了 该贱的也贱了 该喝的该玩的也有了 就这样 差不多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那么多了 对 不是 你跟他说说 他没来之前我们正在谈的那种感受 啥 不知道 其实我表达起来 还有点障碍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用了很多语惠 知识方式 结构 我在这都不发表达的 都是不好表达 或者说不适合这样的表达 您来一段了 书面的 您是怕不够口语 还是说那种思维结构太成就 还是怕他格格不入 还是怕什么 书老师坐在这 伴着后面的鸟叫 真的是 字典里知识分子 就应该配一个这个 后面是鸟叫 词条 知识分子 对 包括这种 自以为是这种戏谑 对我来说 我可能不喜欢这种谈话方式 因为它戏谑是反谈话的 这种消息是会是谈话越来越窄 越来越小 明白 最后就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 你说这种方式无异 其实我认为所有的都是无异 对 然后就那就变成这种谈话就变得也没劲了 就没劲了 我这就是人熟了以后就下不去嘴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挺小就开始喝了 内蒙大人是不管孩子喝酒的 你是到底哪个起的 哪个地方 我那个地儿没有原来 后来他们在草原上发现了烧剪 就是蒸馒头用的烧剪 然后我爸和我妈 就算是支援建设那种感觉 然后就都去了这地儿 他们从哪去的 从西格浩特 然后我爸他最后就在矿场当一个小领导 中层领导 你对矿 现在回忆起来对厂矿什么印象 什么样的感觉 多少人呢 萧条 很小 几千人 几千人 像小独立王国一样 独立王国 我是经历了矿场的最繁荣的时代 草原深处 我们是可以吃到新鲜海鲜的 就可能是东北那边这些大雷 这些运过去的 反正我们就能吃到 我小时候也是吃过见过 组长牛逼过 但是很快就萧条了 因为矿场开采特别快 我最近那是经历过 就真的是大起大落 一开始是什么都有 我们小时候是 是那种集体生活 我从小是上托儿所长大的 爸爸妈妈要上班的 从小在托儿所长大的 场况的人 然后还有兵团的人 还有兵团 建设兵团 我楼上住的是 好像是个上海人 我不记得了 反正是有兵团的人 天南海北 最后就变成狗笔人 那是想干什么 对自己未来 我从来没有过梦想 从来没有过梦想 就下火了 人是活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你去照着标准去想 没用去 只能活活着活着 纠正了 你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工智能活 你就是在跑 你就拿自己在世界上跑 跑这个程序 跑出bug 修一学 跑一跑修一学 就这样 有没有一条线索是一个纵向 有某种标准存在 你想接近这个标准 有 但这个没够带来什么好的下场 我对他人很好奇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结交陌生的人 读书其实一回事吧 最后我的思考成果是都一样 这个很难受的 其实 包括我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我觉得都那样 我就看我希望我的一生能这样 这个其实挺可悲的 人没有偶像很可悲 我特别羡慕有那种 像您说你见到白仙勇 嗯 我很羡慕那种 激动啊那种 感觉 我从来没有过 我可能见到佛祖有 但是也未必 我想一想 我可能见到佛祖也就是 也像咱俩这样坐着聊会儿天 嗯 你怎么想的呀 就是出去那什么书底下坐那么多天 他可能说一句印度话 我也听不懂 就是他 这可能就是结局 吴宗憲呢 对你来说 很喜欢 为什么呢 小时候喜欢就是好笑 我作为观众喜欢就是好笑 我现在作为从业者 我回忆起来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吴宗憲 其实他带给我的就是 嘻嘻哈哈说真话的感觉 我其实现在学的也是这个 那个对我真的挺震撼的 如果不嘻嘻哈哈说真话又怎么样呢 你说能怎么样 就是您这样被人光光骂 对啊 你这么担心被别人骂吗 没必要 两种 第一我要赚钱 我说这是我不回避人 我要赚钱 第二 我就是我刚之前跟你说 人是为别人而活 我希望给人带来快乐 我不想给人添堵 我不是那种爱给人添堵的人 宁可的是爱给人添堵的人 我给你添堵了吗 你给我没有啊 就是啊我怎么会 你这样 我给抽象的人撑你 你知道徐轩老师 你知道你怎么解救自己吗 嗯 你把咱们全国中国人 每人面谈一遍 大家都会喜欢你 嗯 这个马屁拍的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终于拍到徐老师马屁了 拍一晚上 累死了 哈哈哈哈 嗯 当面说你用幽默的东西咔咔一笑 过去了 我其实现在做的也是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开心啊 我觉得这个就让我开心 嗯 我觉得这个是自由啊 镜头给了我自由 舞台给了我自由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在一个虚拟情境 嗯 我之前不是说要好几个亿干嘛 对 我现在有答案了 我就是想把自己全活出来 嗯 但那样很危险 我不想承担后果 嗯 摆平后果呢 就用钱就可以 用钱就可以摆平一些后果 嗯 嗯 嗯 我真的很少想一个问题 你钱能摆平什么事 太多 嗯 有一些时刻会觉得自己活得不正义 什么时候你会这么觉得 怎么说呢 就看到有人还在坚持吗 之类的 嗯 嗯 大家很快就过去了 需要自我舒缓吗 我知道我做不了那样的人 嗯 我也不应该去做那样的 会觉得是一种自我放弃吗 会觉得 可能是 嗯 我驾驶班 我就是受佛学影响很大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佛学这个人 高中大学 嗯 他最开始带给我的真的是极大的痛苦 他让我看世界的角度啊什么 很多都是他带着 他麻醉的效果是后来才有的 嗯 用他们的话说叫修行 我经过了这几年的修行 我终于得到了这个麻醉效果 所以我对他就不是很怀疑了 我觉得挺舒服的 谭子总是因为学了佛才训道的 是 他们认为那个是刚蒙精进的东西 对 但是现在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我还是对那个佛 就是所谓的佛家那套东西嘛 我有很多很很很很很本能性的怀疑嘛 而且我觉得这么年轻 太过分自洽嘛 麻醉 质疑他的麻醉效果是 对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个节目了呢 我能理解 嗯 还是得处完 不能这样 绝对不能这样 嗯 人是社会动物 再说一遍 人就是为了别人活的 你一通分的自洽 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你就你就死了 本着问题 我不相信充分的自洽 我不相信这个事情 没有自洽的身体 有 都是自我欺骗 那就是自我麻醉到之后才相信自洽 行那你这么理解也行 我麻醉的挺好 嗯 您麻醉的还不好 您这自信 啊 您这心态 因为我没跟你说那个心态 因为我没表现嘛 那你是害怕吗 还是介意 还是不熟 不表现这个心态 欢愉的点不同吧 可能是 那有些 有些点让我特别欢愉 然后那一刻就彻底的 又是女人啊 不是女人 我说的出来比女人更多 更多对观众的 崇高的 壮丽的 悲壮的 我那个东西是让我真正的陶醉 您真是个年轻人 是啊 我还是少年的时候 我就很反感这种人 那是吗 壮丽 我很讨厌崇高 我不喜欢站在那的人 我一定要把他弄下来 我相信那些壮丽 我就是这个扔鸡蛋的人 我一定要扔鸡蛋 我是那样的人 可以啊 就是说鸡蛋不影响这个人的崇高 当然不影响 崇高的人享受鸡蛋 我们互相成全嘛 所以咱俩是互相成全 今天这个节目也一样 我这样疯狂的吐槽你 你也很享受 然后其实是成就你的想要的东西 虽然这个很低了 我没想到 我好奇 我对您挺好奇的 我就做过来说 谈话是隐身对方的陌生之语 探索到对方尚未意识到东西 包括我自己尚未意识的东西 它一定应该是一个更展开式的 然后这个叙事更可能会一条一条隐身出来 明白 我现在进入内蒙模式 你知道内蒙模式是什么吗 什么呀 框框走心 一句戏谑的都没有 喝够个酒 你看内蒙的餐桌上都是流着眼泪 搂着脖子说话的 我们俩在结果就搂着脖子说 行也挺逗的 对 我不知道 可能我对那种 但是我说我的观感 我的感觉 我的戏谑有时候是自我保护 对 我知道 我终结谈话可能就是因为无意识的 我觉得再说下去有危险 你是知识分子 我是艺人 我要再次强调一遍 我没办法 我要赚钱 我在您这儿过个瘾了 走个心了 算了 来 走吧 无所谓 这时候我就突然对你深受恋爱 我都不好意思让你说了 那怎么着结束了 不走 我对您的这种攻击 戏谑有自我保护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在保护你 我的感觉是 当然你不在乎 你不在意这个 但其实我是在这个镜头面前保护你 你说了一句话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镜头后面的观众们 此时此刻会说 徐志远怎么又这样 会说这个的时候 我一个玩笑把它解掉了 说一句话解掉了 其实是保护咱俩 对吧 要是这么谈话也不公平了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乡情 或者这支配人的一乡情 我这么要求谈话是不公平的 不对的 就是你什么 对吧 我要求你这样 那是不公平的 没事 其实 或者说我这种感觉 并不是说我要可以严肃 我只是对某种主流的叙事有怀疑而已 我只是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我有一种感觉 好像年轻一代 或者所谓的过程群体 他们对任何轻微的质疑 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不适应似的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批评精神 稍微一点点的示意精神 都变得很困难起来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也有感觉 包括你自己说的那种 你自己的那种虚无感 或者说某种自毁倾向 真的是一个 因为我不太容易理解这个东西 因为我 你是一个小乐派 对 因为生活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无穷无尽的对我来说 是个有乐趣的事情 所以聊完之后 我在想 我是一个真的是很浅薄的人 我对这种尘世之患 充满了热情 您看 我就是觉得浅薄深刻这种 根本不取决于你的态度 为什么 不要享受悲凉 悲凉不等于深刻 当然 那个东西到底什么感觉 我也听一些朋友跟我讲过这种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说这也挺逗的 反而是我天天嬉皮笑脸的 是一个虚无感的 年天天皱个眉头 反而是一个恶天派 这挺逗的 这是人生的矛盾感 挺有意思 什么感觉呢 就是没劲 就是没劲 我觉得什么都没劲 我最害怕的人就是说你做自己 你让我做自己你就见不着我了 我做不了自己 我只能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大家才能看到我活得积极阳光健康 让所有人快乐 我要是做自己是很可怕的 就是我做自己 对我自己太不好了 就是 我不可能做自己 你也听出来了 我就是也是挺文艺青年 挺有过那种新高气傲啊 正大的时候 包括说改变世界啊什么的 我去媒体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正大的 就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我在电梯里 听到另外的别的地方的同事在那聊天 那会是马上过年 我好像刚买完火车票 我去买火车票是那种排大队 在你要去抢票的 我当时得没钱 得坐火车回内蒙 然后又回实习什么 我就听到两个人说 说马上过年了回家买了票 没事 我们跑春运口的有票 咱们跑春我给你给我干招 就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突然就觉得太扯了这个事情 我就一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因为南方到夜一直 别南方给自己的道德表率太强了 对 然后我就喊 然后我就很快的离开了 我觉得太没劲了 我说我还不如好好挣钱呢 这么容易被打击 是不是说明另一个问题 所有的行业的人都有这样的人 对 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认清了 因为我当时也能想明白 我如果在那我会不要吗 我不可能不要 我怎么会去排队呢 嗯 那就这样吧 这市客运行的国际就是这样 嗯 我就发现了没有我想的那种 到底很捷径的那种东西 慢慢的我也特别瞧不起知识分子 哈哈哈 也特别瞧不起这种 有操守有坚持的老师 这就有用的那些那有 bli 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混 我不想再这样 我也不想再做知识分子了 太早找到边界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 还好 还好 还在找 是的 我想把自我的边界再操大一向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 我又一下认清这件事 那我要赶紧人 那我就运行起来呗 我就别嘚瑟了 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 我就接受的很快 我觉得世界就没有错 我没有说他错 只是当时那样 比如说我真的蛮好奇的 这种不同代文艺青年的变化 比如说我比你大十几岁 可能一直到我九年代上中期上大学 一直到我们那时候 如果是文艺青年 你是很享受苦涩的 就是你的巨大的希望 和你实际上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现实之间的差距 它带来很大的苦涩 你是觉得苦涩是你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你们来说 你也是有一段这样的过程 有过 刚刚讲的大学 我也是那样 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就喜欢现在的小孩 他们到底什么样 现在小孩什么样 比如池子 我的好朋友 95年的 他没有这些 没包袱 没包袱一定是好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不好 我是怎么想的 就这种苦涩 或者说这种挣扎 这种矛盾 这些心理 对你的创作 产出 为人 全部 我甚至可以说是 可能是没有价值 你觉得没价值 因为池子 他也没有需要 他一样可以创作 他一样 他一样讲道具 一样 讲完就玩去 他不挣扎 不是说没有不思考 他都有 愤怒也有 不满 对一些事情看不惯 什么都有 但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事情放得很重 他不是那种享受忧伤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说 就是说 什么能让他痛苦 什么能让他痛苦 很多 很具体 都是很具体的事 他其实比我叛逆多了 他还小了 是 他还年轻了 他比我叛逆的太多了 很多广告他都不愿意拍 你会说服他吗 说会 他能够被说服吗 能 我就把钱给他看 我说就这么多钱拍不拍 我就是他的社会现实 我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社会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 我说你觉得我享受这些 我说我小时候比你叛逆多了 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蠢 虽然每个老年人这样说话都很傻 但是我总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就不是对我们这代可能七年代普遍来讲 这个价值观价值系统是个体去反抗的 这是非常 您这一代是 对的 很普 就是个体可能会去摇滚 对就是这种东西 你这东西好像我就我为什么好奇跟你想跟你聊 就好像这东西好像就突然到更年轻一代就消失了 有点就是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 因为它在我身上逐渐逐渐消失 而且非常快 因为你先才二十六七二十七八岁 对非常快的小时 为什么 我变成社会了 我的价值观 我刚刚说过 我觉得所有时代都一个得限 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都得死 你要问我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 在我真正的内心的想法里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在佛祖的价值体系里 对立的概念都不重要 您刚刚说放弃 对立的可能就是我想通了 但是在佛学的价值体系 我理解的是一件事 中道 讲中道 我同时是放弃 同时也是想通的 这就是我的 那这不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是啊 但是这辈庸俗化的佛学更是这样 尤其适合中国人这种 当然了 那没办法 那你总得活着 怎么办 你是哪有这么严峻 就把这个情况 好像我不接受这样的 这样的庸俗化的东西 我就不能活着一样 怎么可能呢 哪有这么严峻 哪有这么自己瞎自己的 对我来说是挺严峻的 你要说对我来说是吧 那挺好的 你看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就把自己理得比较清楚 就得到了更多的是快乐 您想过信教吗 我没有 你觉得你会信教吗 不知道 我是个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我相信人自身有他的寻找意义的系统 文艺复兴 是吧 你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 人是有这样的东西 那您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或者是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我还是相信吧 我当然不是浪漫抒情似的 那种那样的 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很多 可能被很多伪知识分子给害了 知识分子是有很多问题 商人没有很多问题 然后不同的行业没有很多问题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 好像我们对这个行业就特别 尤其苛刻吧 可能之前给他很多道德期待 太苛刻了 因为只有知识行业是最自省的人 当你批评他说他们是接受的 你批评其他人是没有的 你会不会殉道 我不会 我是想惡主义者 那你想过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死在女人的身上吗 真是的 我骗你干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区别 就我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无法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就是说会怎么样呢 会少赚很多钱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啊这么明显啊 真的真的 怪不得我赚到钱了 你一马 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真的 你节目成这样了 我能不能赚到钱 你有感觉你的 我不想要怎么赚钱 哈哈哈 就是不要说太多真话 你不就是不要挑战大多数人 那我投了什么呀 敢想不敢说的事 你要用包装的形式 我跟你我跟你说啊 那就很无聊 不很累吗 我告诉你 你还想说 就是像刚这个 呃死在女人身上这个时候 嗯 我把它变成一个段子 可以说 我就说了 我说 哎 哎我说你大 我有时候想 死在别人的身上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 对 可能是被那个女人打死的 所以就随便 拐一下 说了个段子 就说了 大家就不会觉得啊 到底 那其实我比你过得开心多了呀 嗯 某种 某种意义上 对对对 这个这个 你可以 这样说 但其实我也说了 我只能说我也说了 我该说的 我其实都是说的 啊对 我再教一个 怎么不被人骂 嗯 刚说了一个 死在女人身上那个时候 嗯 其实女人这个词啊 就有点油油腻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 你相信我 我是做大众娱乐的 好吧 我是做大众娱乐 而且研究口语的 嗯 女人这个词 首先 男的使用起来 就会油腻 然后 真的 尤其是一个 您这个 年纪的人 嗯 使用这个词 嗯 虽然你是一个 真诚天真 什么这样的人 但是隔了一个屏幕 观众一看就觉得 哎呦 他许这样 中年男人 知识分子 怎么那么有恶心啊 嗯 但是他平时做的事 可能比比你过分的多 这就是大众 大众娱乐 嗯 没人教你这些 嗯 在屏幕上不要 真的不要 我再再劝你一次 不要不要 使用这个词 嗯 就也不要说 死在女人身上 嗯 虽然是一个浪漫 一个 其实不是坏事 是一个浪漫的 一个 但是别观感 观众屏幕一看 他就会觉得 这人流氓吗 这个人 但是你 但是你会担心 这样的方式 比如太熟练了 你会 真的是被完全规训了 你会散伤很多东西呢 哇 这是太难了 谁能把我规训了 嗯 所以没关系 不会的 太难了 嗯 我是学生 但是 但是我觉得 我说说这些有什么损伤呢 啊 就赚不到钱 上去啊 对 赚不到钱 对啊 我跟你说 就是你做自己可以 但是你就是赚不到钱 然后被人骂了 那你现在算是赚到钱了吗 对你来说 算了 嗯 我生活小学很低 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 我赚到一笔钱 对 第一次 那个就是第一次拿到那个东方八天后脱口秀的稿费嘛 嗯 那个为什么能特别明显 因为发的是现金 嗯 多少钱 7000块钱 嗯 好像还在澳美实习的时候 嗯 能拿到手里7000块钱 嗯 一大钱 比如说你现在有有概念吗 比如说我有多少钱 我就 那就无所谓了 或者我干什么 无所谓 嗯 无所谓真的得几个一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呢 因为你要的是无所谓 你要是要的是好好活着什么的 嗯 那就都行 我觉得我现在就行 我觉得我现在的钱就够了 嗯 我就没事了 我就就这样呗 那还能怎么买 而且我又不是不挣钱 嗯 对 但你要是想让我无所谓 嗯 我的无所谓可是得特别无所谓 那现在什么东西让你有所谓呢 就是说你需要就需要几个亿来来这么多钱 太多了 比如呢 嗯 嗯 这都不能说了 哈哈 这绝对不能说 好 哈哈 哈哈 来 呵呵呵 创造一种新的话语空间永远是一种自由和一种创造力的表现 但这个话语空间有什么构成 这个话语空间是易碎的还是持续的 这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呃一个一个一个分野了 一种新话语空间是它自从其逻辑的 就它特别大的内在的支撑的一个一个东西 另一种话语系统它是非常依附性的 它通过嗯 嗯 静静的消解和依附一些主流下话语系统 也完成了某种转移或者是逃避 这是另一种方式 嗯 我非常可以理解这种呃 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的话语空间 也是也是富有某种某种创造力 但这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对我来说 它不是特别高级的创造力 嗯 就是这而且它是非常的易碎易消失的